加油 大家好 我是高二十九班的钟正 我的爸爸是一名律师 他最喜欢跟我谈论的 就是政治 经济 法律 等一些和我这个年龄 不相符的话题 其实我心里是挺抵触这些东西的 他已经给我规划好了 要我以后做律师 还要读法学 商学 双学位的事情 他认为这样才是出路 因为他是个实用主义者 我已经读完了 复杂经济学 技术的本质 并且认真做了笔记 还要跟他谈论 以确保我已经掌握了 书中全部的内容 大学的这个阅读师 妈妈有的时候看到我这样 就会问我爸爸 说 你不觉得他太老成了吗 爸爸 你不觉得我少了点童真吗 爸爸 这不是我想要的青春 希望你偶尔能给我一次自我选择的权利 让我在一个没有那么多拘束的环境下 健康地成长 好 说完了吗 感觉要开炮了 好害怕 第一 你的童真在幼儿园 不在高中 第二 大家都要承认 你在理工科确实没有优势 第三 技术的本质 人类简史 理性乐观派 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这些书读的辛苦不辛苦 我觉得你根本不辛苦 回答完毕 爸 但是 让我读这些书的时候 让我自己认为的美 就是一种三十四岁政治家商人的那种美吗 很多政治家可能是音乐家 也可能是画家 律师就是律师 所以审美与职业不一定有关系 那我要问你 你允不允许我发展自己的爱好 去世如虎吧 你这是一个无效的问题 因为爱好 无效的问题 你驳回 如果你觉得我想去纹生 不行 你拿自己的钱 可以 那你允不允许我建立私人金库 那你允不允许我建立私人金库 好 好 人尉 好 私人金库一直是允许的 只是你要使用的时候 要 经过我们的审核 能不能不经过你们的审核 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你有所有权 你没有使用权 也合理 法律力下确实有这种情况 你所跟我交结的 就是一件事 裤子服能不能买 什么服 裤子服 谢谢大家 我问一下 他什么二号 公正 谢谢同学们 好 谢谢 等一下 公正爸爸 我们心头还有几个小小的疑问 你都很多话没说明白 你不是什么爱好 你到底想买什么 你就讲清楚吗 怎么 休于其耻吗 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特别喜欢看动漫 有的时候 我想通过一些 自己喜欢的cosplay 就是角色扮演 找回这份青春 找回这份激情 但是他不同意 这不就说明白了吗 钟正爸爸 我跟你讲 这是个弹簧 你压得越死 他反弹的力量越大 可能以前你不拦着他 他只是买买手办 他现在要想要cosplay了 现在他只是想cosplay一下 男性角色 对吧 钟正爸爸 您怎么看 就是儿子比较喜欢动漫 和cosplay的这一点呢 并不是我禁止你 看 阅读 尝试 接触这个文化 就是我想 多攒一点钱 至少我能够 通过自己的努力 多挣一点钱 让我买 我自己喜欢买的东西 满16岁以后 就可以打工 这是法律规定的 一个全职的劳动者 所以欢迎钟正同学 今年寒假 你去找 打一个临时工 你自己去挣钱 那就是你同意了 OK 我自己赚的钱 完全自由支配 不犯法的前提下 OK 达成了动识 OK 那挺好的呀 对不对 你要善于拿起法律 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所以下次你不用再问爸爸说 爸爸 我还能不能自由支配 不用 你念给爸爸听 爸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欧国 记几条记几条 我16岁之后 挣得了钱可以自由支配 就完了嘛 这就是理性的力量 这是逻辑的力量 它避免了这种情绪的宣泄和碰撞 凡事都清清楚楚 有章可循 没错吧 下去之后 好好打工 好好挣钱 真惨 听着啊 你个讲法的爸爸 对 你需要找口子 欢迎把工 好 这边走 好 好 这边走 好 怎么这么冷啊 冷汗 真的还有冷汗